大家好 我是黎医师 今天我们继续谈论关于血鱼体质这个问题 为什么血鱼青睐于女性朋友呢 血鱼又容易引起哪些不可疾病 最后介绍一下中医的调理方法 好 我们首先谈一下血鱼 为什么青睐于女性朋友 这个主要是由于女性的生理特点 因为女性一辈子靠血精带开产 精的就是月精带的就是白带了 怀孕了 生产了 蒲乳 蒲乳的时候实际上没有月精 但是那个乳汁实际上就是血变下来的 所以她一辈子是和血打交道 再一个就是女性感情表公布 情绪容易波动 那就造成了肝与气节 肝又是藏血又是调畅气机 那么肝气郁节呢 就气机组治 这就相当于河流上建的一些堤坝 阻挡着河流的正常运行 气质呢 它就是一个无形的堤坝 让人血液流通或是很通畅 另外呢 女性呢 叫男性的缺乏体锻炼 所以呢 全身气血运行呢 也如男生的呢 流畅 再有呢 生理期的时候呢 感寒 吃生冷 摸冷水 穿着单薄 吹空调 这些呢 都是受寒而容易引起这个血淤 其实你说现代呢 科学很夸杂 但是这个两大健康杀手就是冰箱和温柔 女生本来阳气呢 就比起男生来说呢 没有那么足 生理期啊 什么怀孕啊 坐月子 这个时候都非常记忆受寒 可是夏天呢 要睡空调 这个冰箱呢 拿出来就是生冷的吃 其实都是非常不好 容易损伤阳气造成了气质血淤 下面就是说 关于瘀痣的问题 会影响或引起哪些部分的疾病呢 第一个呢 就是月经失调 可能是月经量过多啊 或者是风漏 风漏呢 就是来的时候突然来很多血 止不住 或者是呢 淋漓不尽 七天以后呢 月经还不停 再一个呢 就是痛经 那么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 几年前 有一个姑人呢 她也是多岁 更年轻的时候 这个月经呢 就淋漓不尽 一个月嘛 还停不了 她就到西那里看 西呢 说 这得刮梦 刮梦 你知道啊 就像牛产一样 她怕这个受罪 怕痛 就来找中医 我当时呢 就给她开了一个雪谷煮一汤 她买了可能也就是不到十块钱的药吧 吃了三天 下了几块大成的雨雪 而且都很 味道都不很好 说明在够的里面时间很长 下了一些雪块以后呢 肤也不疼了 这个 雪也止了 这是什么道理呢 我们看一下河道里如果是淤积了 还有很多大石块 这个水流啊 就不通畅 肯定就要溢出来 那同样道理 如果你那么多这个雪块 淤雪在里面 在经脉里面 那么正常的雪呢 就不能够正常的有通道流行 所以呢 就溢出麦外 造成了月经淋漓不尽 把这个淤雪去掉以后呢 这个雪液可以正常流行了 所以就不会再有这个淤淋不尽的状况 这就是这个淤雪造成的月经失调 再一个呢 像这个子宫肌瘤 虽然它是一个良性的 但是它也是属于淤雪的一个情况 那么上一期我们就讲了 介绍子宫肌瘤 当时呢 十多公分以上的肌瘤 我们呢 就是用了这个活血化淤子药 用一些虫类药 把淤雪给它去掉 一子宫肌瘤就响了 再一个呢 就是常见的 一个叫子宫内膜意味症 子宫内膜意味症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我知道月经来的时候呢 是子宫的内膜呢 就随着精血脱落 排除 但是如果你的排除的状况不太好 像有些人啊 你说运动的时候做倒立啊 或者是用那种棉条啊 而不是月经 卫生巾啊 它是用那个条状的 塞到阴道里 这就是非常不好 因为它影响着血液顺利的排出 这些血呢 就会到盆腔里面 那么内膜呢 就可能流到它不应该去的地方 这个时候呢 它是因为是内膜 所以它随着月经的到来呢 它还会出血 那么像在肌肉里面 这个血又排不出来 就引起非常区别的疼痛 那么有些人你可以看到 它月经来的时候满地痛 痛得满地打滚 这就是子宫内膜意味症造成的 它还会引起不孕 像这个如果内膜啊 精血到了卵巢里面 就变成了卵巢囊肿 俗称巧克力囊肿 因为它是包着一包血 像巧克力连锁 所以叫巧克力囊肿 那么这个呢 我也遇到了一个病例啊 它呢 就是当时没有什么症状 但是等它长到破裂的时候 就引起剧烈的疼痛 当时就到西医那里给它开了刀 就解决了问题 但是没几年呢 一查题又发现有啊 又长了 实际上就是说你的生活习惯啊 你这个体质 医学体制 你都没有处理 它当然会再复发 那么西医是怎么解决的呢 它不是随着月经来的时候就充血了 那怎么办呢 他这个夫人差不多四十多岁 就给他停经 我们不来月经了 这也是挺直接的一个想法 可是你想想你不来月经 你就是人正常情况是每月有月经 你把它停掉 是不是提前进入这个更年期状态啊 是不是 提前进入这个提前衰老的 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对于中医来说 就是活血化育 是可以解决的 就像子宫肌流一样 它们的性质是一样 虽然它表现的不一样 但是病肌呢 都是血云增加 就是肌流的问题 但是巧克力狼肿如果处理不好 它是可以恶化 可以转为这个子宫癌 卵巢癌 这是属于女性 属于淤血可以引起的问题 好 下面讲一下血鱼体制的调养 我想提一个问题 大家觉得调养是靠什么办法 吃 喝 还是靠医生 嗯 我刚才说了 血鱼呢一般是气质引起 那气质又是什么引起呢 情绪 对吧 心情 所以这部分呢 医生是做不了太多的事情 对吧 那么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调养 情绪 情操 是吧 心胸要开阔 最好有一个正信 不管是信佛啊 还是信基督啊 就是佛道神 主要是有正信的人嘛 一般心情会比较豁达 人也比较善良 正气比较多 这样的人呢 就是有点病 也容易治 容易调养 或者自己呢 做一些调养呢 也能够把这个邪气啊 或者说不正的地方给它纠正 所以第一呢 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责任 怎么样把我们的心情 这个情质这方面调养好 这样气血运行就比较通畅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要顺应自然 四季的变化了 一日的阴阳变化了 该睡觉就睡觉 该起床就起床 早睡早起 不要熬夜 因为养这个肝呢 养肝血就是靠板上 不熬夜 所以这一点呢 要注意 第三点呢 就是注意保暖 你知道寒宁呢 雪鱼 所以呢 生冷啊 还有这个 港澳台这边 天气比较热 那么有的人呢 就是露着肚脐啊 露着大腿啊 肩膀这儿再露一块 那天热呢 太阳底下还还不错 可是那冷气一吹过来 也都是关键的地方 关卡啊 关节关节是关卡啊 肚脐是我们的这个 丹田这个地方啊 所以一定要避免寒冷 避免这个冷气邪气 再一个就是生冷的食物啊 不要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 先退退冰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要适当的运动 动则生羊 所以呢 经常做一些适量的运动 不要过劳 这样都会帮助我们 去掉这个雪鱼这个情况 这是调养 再一个呢 介绍几个饮食方面的小方子 第一个呢 就是冰糖葫芦 其实这是非常好的 因为山楂呢 做的冰糖葫芦呢 生的呢 它们活血化鱼的效果 熟呢 它能够去这个机制 尤其是吃肉太多以后 熟的山楂 泡点水喝 是非常好的 再一个呢 就是活血化鱼的茶饮方 山楂玫瑰花茶 对女生非常好 为什么呢 玫瑰花呢 可以梳干 离气 解决郁闷的问题 那么山楂呢 可以活血化鱼 再加一点适当的红糖 调调味 对女生长期喝呢 非常好 对于那种气欲 又有血欲的来说呢 非常好 像有个女性朋友 在月经来的时候呢 就是乳房胀痛 这实际上就是气质了 所以可以喝一喝这个 我们呢 一会儿可以打在屏幕上 这个山楂是10克 玫瑰花5克 然后红糖适量 就是泡茶喝 给我们的老年朋友 介绍一个三参茶 就是单参三七和西洋针 刚才说了 我们用三七给一个老夫人 解决了这个糖尿病足疼痛 罢案 那么三七这个药呢 非常好 可以去瘀血 但是呢 如果出血了以后 它又能止血 而止血呢 又补五 流瘀 所以它是双向导节 非常好 而且三七呢 是生打 手补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生着吃 像打损的那口吃呢 它是这个去瘀血 就是叠打损伤口吃 手补就是 拿它煮熟里头吃呢 煮成汤药那样吃呢 它有补像人森一样 它都是五加科的 所以它有补的效果 像小朋友呢 长个头吃呢 还可以 帮助生长 三个药呢 是1比1比1 就是三个等量 打成粉 每天呢 吃一小勺 差不多三克的量 早上吃三克 晚上吃三克 就非常好 我介绍给一些中老年朋友 吃了以后呢 他们的感觉哈 就是 头脑清洗 体力增强 就比以前好像 体力更棒 能干更多事情 这个主要就是因为 中老年呢 它那个气虚以后呢 容易血腻 那么经常用这个方法 保养血管呢 就使血液呢 更流畅 血液流通了以后 可以乳养这个股脏和头脑 而且又把垃圾带走 也非常好 今天我们谈论了 关于血液问题的几个方面 希望呢 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次再见